纽西兰南岛的淡泥甸海滩秘密景点 令不少人向往 有家长以为暑假可以带着小孩 到纽西兰欣赏自然风光 吃美食看人文 但汇了旅费却没了下文 梁索斯利小学的小六毕业班 同学跟爸妈揪团出国毕旅 一名家长林小姐揪了大约40个人 一起去纽西兰 说自己认识旅行社业务 团费一人只要现金价十万 还有人家价要搭商务舱 团费超过四百万 汇集了林小姐和丈夫的私人账户 但到了六月二十九号出发前三个小时 林小姐才个别告知团员行程取消 林小姐从网路上列印了一份 纽西兰行程之旅 但是上面的接机人员 不但没有留名字 连接机的电话也打不通 他的解释是旅行社业务 离开了原本的旅行社 所以旅行社不承接 雷小姐还说 要改七月二号飞纽西兰 却从此人间蒸发 受害家长气得找雷小姐理论 但先生说 不知道妻子去哪里了 小孩还说 妈妈已经一个多欣喜 没回家 我们有见到林小姐的老公 她说她不晓得她老婆跑去哪里了 林小姐行前组了赖群组 大家怀疑她一人分是两脚 像大家说团费给现金比较便宜 如果家长坚持要刷卡 她会先取得信用卡资讯 再重新腾写刷卡单 然后向旅行社说 这是要预付其他团的团费 旅行社也成了受害者 包括新竹台中都有家长受害 受骗总金额高达600万 目前家长已经报警要讨回公道 消保官提醒民众 出国旅游除了要选合法旅行社 团费款项更不要汇进私人账户 避免受骗上当 我是新闻网主红林辉台中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